确认拜登赢了美国总统大选 现任总统川普虽然允许进行政权交接 但是他其实还是不认输 而川普频频出招 企图要翻转选举的结果 这一连串动作其实都暴露出 美国选举过程当中 充满可以被政治以及法律操作的空间 川普接下来又将会如何发动 所谓的选举政变 他心中的算计又是什么 接下来要请我们的资深特派记者 公邦华林之贵来为我们分析 美国的总务署已经签署文件 确认拜登当选 然后政权交接可以启动 可是川普到现在还是不愿意认输 他这一连串企图翻盘的动作 如果不是这么危险 危害了美国民主的机制的话 事实上是一场非常可笑及滑稽的实境秀 不过他到目前为止没有成功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 美国有深厚一个民主的传统 一些防御的机制 我们来看看 虽然美国媒体早都宣布拜登当选 但是川普还是不认输 三不五是在推特说他赢了 然后又说这场选举有许多许多的弊端 担任他主要对外打手的 就是他的御用律师朱利安尼 在最近的一场记者会 他夸大胜然说每一周都有问题 而另外一位女性律师更是离谱地说 是投票的机器出了问题 只是他这个夸张的说法 使最挺川普的福斯电视台也受不了 原本还愿意配合演出的福斯当家主播 Tucker Carlson终于忍不住返国 福斯电视台的这个举动 等于向外界送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 就是就算电视台挺一个候选人 也有他的限度 也正因为川普的律师团提不出具体的证据 所以虽然在各州提了多项的诉讼 但是一个一个被法官驳回 到目前为止 有二十几个控告选举有弊端的官司 全部都被打了回票 由于在法律诉讼上 接连的吃败仗 因此川普就想要用政治上的手段 来创造翻盘 由于每一周的开票结果 都要经有一个合正的程序 川普就希望拖延这个程序 然后由州来选一些支持他的选举人 然后在真正选举人投票的时候 投给他 被认为是一个选举上的政变 按照美国选举的制度 在开票结果之后 每一周都要进行合正 而进行合宴是由理事会投票 共和党民主党的党员都有 川普就开始一系列的动作 企图要同党的共和党员 去反对这个合正 他最先是施压乔治亚州 可是乔治亚州的共和党 州务卿勇敢地拒绝川普 以及支持者给他的压力 完成了乔治亚州开票的结果的验证 确认拜登胜利 川普接下来瞄准密西根州 还特别邀请了两位密西根的 共和党州议员到白宫 想说服他们 结果这两位和川普见面之后都说 密西根州的选举并没有弊端 也就是不愿意配合川普 不过密西根州合正理事会中 一位共和党员暗示 他可能投下反对合正的票 使得密西根合正成了全国的焦点 但是最后以3比0一票弃权通过核验 川普又吃下败仗 在这两个关键州纷纷完成验证的程序之后 美国的总务署终于签署文件 确认拜登当选 让政权移转可以启动 消息传出之后 川普马上发推特说 他还是会继续奋战 他认为最后还是可以胜利 眼看川普可以用的手段都用完了 不过大套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败选 其实是背后有很深的算计的 主要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 他希望支持者保持对他的热度 第二个 就是为了钱 其实都是为了未来他的政治路途 预作准备 因为选举花了非常多的钱 还处于负债的状况 所以川普借着选后的官司 成立一个叫做保卫选举基金 然后用邮件发给支持者募款 其实所募得的款项 有一半是作为还债之用 另外他还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 叫做拯救美国 募款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为了接下来的选举之用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他这些做法就是在为未来铺路 事实上 根据最新的民调 在共和党的支持者中 有一半以上认为川普 才是合法的赢得了选举 然后有68%的共和党员认为 这个选举被非法操纵 川普的策略显然是奏效 也就是说 虽然拜登赢了这场选举 但是绝大多数他的支持者 却相信他的胜选是被偷走的 如此一来 就可以维持支持者对他的热度 另外增加他接下来 要挑战2024的正当性 显然川普把个人的利益 放在国家安全之上 但是他同党的领袖级人物 却不敢得罪他 主要就是他手上握有极大的基本盘 反而是那些有良知的共和党员 还有勇敢监督政府的媒体 以及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 才维护了美国最骄傲 其实又非常脆弱的民主制度